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現在是更新完的隔一天 這期影片想跟大家講一下這次更新的內容 好 首先點開公告 這次的更新時間是9月26號 更新的算蠻多的啊 看下去就是比前幾次更新都還要多 那就一個一個來講吧 首先第一點就是這個 三清化形魚換成這個金鴻化形魚 陳毛換紅毛的意思 兩個橙色可以換一個紅色 然後原本是沒有啊 原本是他沒有開啟這個功能 後來這次更新就把它加上去了 好 然後有些人不知道這個東西要在那裡看怎麼開啟 就一樣是點進那個招募 然後生萬化生變身卡商店這邊 點開來 右上角這邊有個兌換 就可以看到啦 原本就只有紫色的嘛 紫色換橙色啊 然後很多玩家都說 什麼時候會出橙色換紅色啊 剛好這次更新就滿足了大家 可以橙色換紅色 也就是說啊 周小課 如果你有兌換橙色的羽毛就先放著 到時候就兩個橙色合成 直接合成一個 這個 紫色 紅色 紅色的羽毛 接著大家來看這個第二點 開放寶物 紅街 升金街 這個就是跟那些啊 裝備一樣啊 裝備跟界限一樣 花春秋戰果或週一禮祭 把它升街 在寶物這邊 然後隨便點下去 通常會出現在這個 第五格這邊會有 可以讓它 升街 橙色先升紅色嘛 紅色再來升金色 那因為有等級限制 好像是100多等 我也忘記了 所以現在看不到是正常的 後面就會看到 橙色寶物要升上去就是 要18格 各18格 那個吧 春秋戰果 然後週一禮祭也是各18格 這樣子 到這個第三點 麒麟功能 麒麟功能就是 抽神獸的地方 這個在舊版 主要都是拿來抽 紅色神獸 白賽那些的 可能現在 還有點早 所以那些紅色的都還沒有出 然後橙色就是 你們知道的 白虎 豬鵲 青龍那些啊 這個麒麟功能 是要花玉筆的 是常駐在 遊戲裡面 不會隨著時間 關筆這樣 跟變身一樣 會是常駐 要花玉筆去抽 總之這個也是要花錢啦 大家可以先看看就好 到時候真的開啟 我再開給大家看 接著第四點一樣 就是也是 要 白虎 豬鵲 升紅街 好 上一期是開什麼 看一下 上一期 9月8號 對 上一期在這邊 是開這個坤 坤可以升紅色 這次又開了 白虎跟豬鵲 可以把它升紅街 我也講過 紅街 就是要花那個聖靈增援 這也都是之後再搞的事 現在就先 把每一個神獸都先搞到 再來說 第五點就是這個 暗渡成艙的活動 暗渡成艙 也不算是什麼 很複雜的 就是 打一打 娜娜寶箱而已 會在 那個 每天的 週三 週五 還有週日 可以參加 在這邊 到時候 那個 礦站 礦站這邊 就會有很多 量車在跑 就是要 用量車那些什麼的 所以都是到時候真的出來 我在看要怎麼樣寫攻略 還是 拍一下影片給你們看 不複雜啦 蠻簡單的 這個 第六點 也是大家 敲碗很久的啊 那個 最後的四隻 武將 可以把它升成紅色 尤其是魚集啊 魚集全國 原本都是大家都玩文雞嘛 因為文雞 那時候可以升紅 魚集不行 啊有玩文雞的 就現在就可以把它 換成 魚集了 魚集的 效果啊 啊 等等都比 那個 文雞來的好 就把它 置換過去 成 魚集就可以了 然後開放這個 金色警囊 傳說董卓 帶大家看一下圖鑑 傳說董卓在這邊 就是 比一般的董卓 金剛還要再搶啊 原本是加 好像12%嘛 然後現在變18% 就是多了6%的樣子 看一下 這邊 對阿 12% 多了6% 然後連這些 玉集呢 也都出出來了 就先講這個 是魯獲祖 是裡面最強的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 受到異常效果的目標 對他造成傷害死 會打出那個 生命上限的傷害 就是 敵方武將有那個 異常效果 燃燒中毒這些阿 就會打出更高的傷害 有點像是 嗜血 嗜血 玉石的加強版 然後也是有 對應武將 就大家再看一下 第二顆看這個好了 玉虛 玉錦囊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可以了解阿 施放 治療武將專屬的阿 奶將專屬 施放技能後會提高 玉 玉甲 玉甲就是血量 白色的那個鎧甲 要先打玉甲才能傷到生命 這樣子 然後再看這個 趁勝追擊 警狼 這個也就是 敵方身上有 異常效果阿 剛剛講過的那些 異常效果 可以 額外降低 一點怒氣 這個警狼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可以用的也不多 有玩佐持的話 可以考慮用一下 但也不著急 比起金警狼 的取得管道 還是有點困難的 接著最後一顆 反客為主 反客為主 就是 也很簡單 就是沒有行動前 直接傷害降低24 然後有行動後 送到的傷害降低12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類似 動作禁狼那種 防禦類型的 第八點 魚姬 例代名將 之前是開那個 劉邦嘛 這次開了 魚姬 但現在好像 還沒有出 獲得這些 例代名將的管道 可能會在火鍋的時候 收除吧 上次可以講過 火鍋的時候 那時候就可以 考慮要不要換 這樣子 但魚姬跟劉邦 這兩個 我是覺得不太好 要拿 就先拿 秦始皇 或漢武帝 接著 第九點 開放紅階變身卡 也就是跟第六點相同 因為他們 這些武將 可以升紅色了 紅便移自然就會開啟 接著是這個 最後一點 開放等級上限 六十等後 可以繼續升至一百二十幾 原本等級上限是 還要三十 就是好像 要八十天還九十天吧 這次他直接降到六十天 六十天可以繼續升級了 這個 這邊這個文字還沒有改 反正就是 開服天數打到六十天 就可以繼續往下升 然後這時候 儲存的經驗都會留著 開啟的時候 就一併 你有多少經驗就升級 等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優化一些東西啊 這個都是 一些品質的優化 跟一些幸福 紅獎幾率 限時累出 七日目標優化 我是不知道優化了什麼 畢竟我沒有玩幸福 你們 玩幸福的玩家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第三點就是比較相關了 就是會修復九十燈以後 那個 黃鱗沒有掉落 掉落 周一禮祭 每一天都會掉落一本 所以 這次更新後 大家可以考慮 原本都會擠滿那個嘛 七十分鐘再打 就可以考慮兩三天打一次 這個樣子 好 本次的更新差不多 就到這邊 該講都講了吧 對 還有最重要的這個 金將 這才更新那個 金將 的活動 我已經有寫一篇文章在 巴哈姆特 你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等一下晚點 下一部影片 就會再專門來講 這個金將的部分 前幾幅也有別的活動啊 就是那個 慶典的活動 氣球慶典 對 就是這個 所以 後幾幅啦 後幾幅沒有達到 40天的 就會有這個活動來代替 好 那本期的更新介紹 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 掰掰